我們來看這個在國內的政情所影響的國際局勢的變換 他會不會讓我們的年底選舉呢 而受到影響呢 其實今天有一個萬安演習 就是停車 車子跟人在那半小時之內不能動 去年是沒有的 在這個去年好像前年也沒有 為什麼今年要這樣 這跟烏爾戰爭有關 因為我們在烏爾戰爭之後發現真正的演習 是必須比較嚴肅處理的 那裴洛西美國的眾議院議長 如果執意要來台灣的話 當天會不會有空氣警報吧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是怎麼回事 是英國的媒體金融時報先放消息出來 放這個消息出來之後有記者去問了拜登 拜登他說他不是很了解狀況 但是他透露了一個國家機密 就是美國的機密說軍方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意思就是軍方擔心裴洛西來到台灣 美國 中國 台灣會發生什麼樣的不可思議的衝突嗎 但是這個消息出來之後更震撼的就是 那去問裴洛西啦 那裴洛西難道嚇得不敢來了嗎 中國氣得跳腳 所以現在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現在逼著裴洛西飛來不可 因為你不來就是怕了老共 那另外一個說法是 如果裴洛西飛來 那老共是不是被逼了飛要開槍打他的飛機呢 所以今天龐佩歐說我要跟他一起來 然後另外還有人說 航空母艦要在下面來保護裴洛西 不管怎樣 這個新聞的發展 我們提供給大家來現場來分析一下 那到底裴洛西會不會來 傳說近期可能二度訪台的美國前國務卿 龐佩歐在推特發文 Tick上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高呼我和你一起去台灣 表示自己雖然被中國禁止入境 但並不包含熱愛自由的台灣 只說到時候台灣見 力挺裴洛西的訪台行 因為在消息傳出後 不只引發北京激烈反對 也讓美國政府陷入兩難 軍隊認為現在不是很好的想法 但我不知道它的性格是 這是我的旅行計劃 這是一個安全問題 如果我們想要有一個談論 我認為我們為台灣的支持 我認為總統所說的是 可能軍隊會害怕我們的船 會被撞到 中國人 我完全不知道 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聽過 面對中國官方多次言辭動嚇 指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必定採取有力措施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就分析 美軍可能調動航母或是戰機 為裴洛西搭乘的軍機 提供空中支援 一個美國的第三號的政治精英 不可能會被中共這樣子動嚇 就改變它的形成 美國空軍的戰機或海軍 航空母艦的艦載機 甚至是戰區的防空的單位 都會確保這些要員的 這個飛行的自由跟安全 美國多位眾議員 近日也接連發聲支持裴洛西訪台 甚至有議員進一步呼籲裴洛西 應該表態終結美國官方過時的 一中政策 但專家指出 考慮到美中元首拜喜對話即將登場 以及中國將在11月召開20大 實際點敏感 讓拜登政府確實有所顧忌 美國現在可能對於中國 有一些期待 如果裴洛西反而會讓 拜登跟習近平的通話 可能會就完全斷掉 我想北京他會面對很大的後座力 那這些都不是北京 他作為負責任大國所該有的態度 只是更加就是自己認證 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裴洛西曾主導多項有台法案 強化美台關係不遺餘力 如果來台成形 無疑是相挺台灣民主的強烈訊號 但也讓原本就相當敏感的美中台關係 更加緊繃與詭譎 好 但請教這個 怨鵬 這個事情現在變成了 一個很大的一個國際觀察的 重點到底 到底裴洛西要不要來 我的判斷是他會來 那因為他這不是第一次宣布他要來 大家如果回想四個月前的話 四月的時候他本來就要訪台 後來是因為他宣布確診 也是他訪台的前幾天宣布確診 那個時候我判斷 我自己認為說說不定他是 美國政府給他一個理由說確診 那你總不能出境嘛 即使他來臺灣有一個外交的禮遇 有一個外交的泡泡 但是你確診了 他美國這邊就他必須要調養 因為畢竟他算是一位年齡相對偏高的資深美女的 那個總議院長 講真的他的確那個年齡確診 的確是有一些風險 也不宜移動 那我就判斷說 那他如果他再也不來的話 那個有可能確診是一個藉口 但是才隔幾個月他現在宣布要來 而且某種程度拜登總統是幫他確認這個訊息 他說軍方有不同意見 說不是一個好主義 那不是一個好主義 軍方的主義一定是軍方不能乾淨文人政 文人的政策判斷 那軍方一定會說說不定成本太高 說不定中國有些動作 或者他們有什麼壓力 有可能 那拜登說但是他不知道他們的軍方的考量是什麼 他是有講的 所以也是證實說 他有這樣的行程 所以在第二度 第二度宣布要來臺灣訪問 如果你現在美國 不管是任何的理由 你現在他的這個成形 我相信中國不會有具體的動作 嘴巴先喊 有具體的動作去威脅他的話 如果有具體的動作 他還非來不可 那我認為他就必須要成形 因為他也不可能再有確診的理由 或其他的理由 那如果說拜登給他壓力 那拜登自己就吞不下去了 拜登現在在美國 我是認為他在外交的策略上跟國際關係的行使上面是有他成熟的一面 但是美國人還有內政的考量 他現在自己的民調有百分之三十幾而已 如果再讓他覺得說你是軟弱的 即使你對烏克蘭的在強硬對俄羅斯在強硬 你還是軟弱 所以尤其現在臺灣的議題也不亞於大家對烏克蘭的重視 所以既然是裴洛西願意以民主黨的身份 以院長的身份 中醫院院長的身份來到臺灣 我覺得反而是幫拜登加分嘛 他也表示說美國在議會的體系 國會的體系 那跨黨派的支持臺灣 我覺得這個對美國來說 並不會有什麼減分 你說那個代價 軍方真的要去分析的話 那他在日本也好 他在菲律賓也好 他在這個四方的那個聯合軍演也是有辦啊 所以中國到底會給他們多大的威脅 我不知道 但是我也不認為說他有那個飛機會有受到 會到直接的安全上的顧慮 我是不認為 但是因為專欄作家說 美國考慮要派這個航空母艦或是戰鬥機保護他 這個是對他們國家元首的第四位繼承人 他的尊重 但是他的裴洛西呢 他們老共逼出了他這句話 我沒有倡導台獨 他是這樣講嘛 展現對臺灣支持很重要 我們沒有人說過支持台獨 這由臺灣決定嘛 那老共有的時候要的就是這種統戰跟內宣 但是很多人說拜登的那句話 已經形成了 臺灣的某些國民黨人的配合老共統戰的話題 是真的嗎 很多人歡欣鼓舞嗎 這是做什麼統戰 我想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我覺得感覺起來 因為我們看很多都是一些相關的新聞報導 因為拜登講那句話 讓有一些討厭蔡英文的人就很高興啊 我覺得反對裴洛西來臺灣的應該最最反對力量最大 就是美國國務院吧 還有美國白宮吧 今天是軍方好不好 他沒有講國務院 軍方怕飛機被打下來 但是他拿死 他是拿軍方的判斷來去發表這個事情 而且看起來 軍人不能干政 剛剛岩鵬講 看起來白宮有意思先破這個局 先幫你宣布 本來裴洛西辦公室對這事情之後 還沒有確認還沒有正式對外宣布這個 他眾議院的眾議院議長的這個行程 但是看起來拜登先破他局 而且同時 拜登是破局嗎 拜登是證實啊 而且拜登已經讓他沒辦法 我覺得就是讓他去多思考啦 你覺得他不敢來了 我覺得也不 我不知道 因為美國現在我覺得是在白宮跟這個眾議院之間 我覺得再做一個角力啦 那能不能來 我覺得裴洛西自己壓力很大 那同時我覺得有趣的是 國務院那邊也不斷放出另外一訊息說 他十日內要跟什麼習近平啊 什麼電視 電話視訊啊等等 那意思說 意思是他想營造一個氣氛 可能裴洛西不願意配合他那個氣氛的營造 所以我覺得來不來 我就覺得可能 可能還沒有那麼快決定 說不定要看他 在假設他真的十日內 跟習近平有了視訊之後的 那個後面的政治氣氛 當然美國是個民主國家 他最後要看民意啦 民意的走向是如何 可是現在全世界在烏惡戰爭之後 其實